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一辆高级轿车让一位全国知名的辅商和一位名校出身的高级白领成为警方怀疑的目标 那么他们会与杀害王莲英的案件有关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上海花界第一案 第一集 麦田女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理讲堂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一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起案 这个案子又被称为上海花界第一案 那是在民国九年 也就是公元1920年6月15日凌晨 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一个叫朱城乡的村民正在农田劳动 借着微信的陈光 他看到西手麦田里有几行麦杆歪倒着 好像是被人践踏过的样子 但走进了 发现地下有个黑乎乎的东西 朱城乡有些紧张 轻轻地往前走了几步 发现地上躺了一个人 从体型上看 好像是个女的 定睛仔细观察 见那人一动不动 他意识到那可能是一具女尸 朱城乡有些害怕了 他扔下手里的农具撒腿就往镇里跑 他没有往自家跑 而是跑到了地宝家里 向地宝报告说 在自家麦田里发现了女尸 地宝姓宗 叫宗迪侯 是徐家汇镇有头有脸的人物 官府里的差事一般都是由他安排村民去办 地方上出了事情 也要由他出面协调处理 宗迪宝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来到了现场 果然发现麦田里躺着一具女尸 从衣服装饰来看不像是本镇里的人 宗迪宝让朱城乡站在那里守着 自己回到镇里去给上海地方检察厅打电话 报告了发现无名女尸的情况 检察厅接到报告以后迅速派出警力来到现场勘查 奉命前来勘查现场的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检验员 经过勘查发现 躺在麦田里的是一具女性尸体 从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 人已经死了五六天了 死者穿着一身长条防绸衣裤 鞋已经脱落 一双虽然窄 却从未裹过的天然足上套了薄薄的丝袜 经过初步的现场勘查 警方判断 死者年龄大约是二十岁 从他时尚的穿衣打扮和没有缠足这两点分析 应当不是普通的穷苦人家的女孩子 至于他的确切身份 以及他为什么会死在麦田里 是自杀还是他杀 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为了尽快查明死者身份 上海地方检察厅向全市发出了协查通报 很快从公共租界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就是啊 位于公共租界大马路的老闸补房 前几天接到了报案 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 也就是公历六月九日 住在小花园的名记王连英与嫖客外出 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王连英的母亲与继父担心发生什么意外 到巡捕房报了案 巡捕房开始的时候没有当成什么大案子 以为一名妓女陪着客人在外面住些天也是有可能的 但五六天过去了 王连英至今未归 检察官根据现场获得的死者体貌及一者特征 感觉二者是高度相似 地方检察厅马上与公共租界老闸补房取得了联系 补房侦探文讯以后立即带着王连英的母亲和继父 赶往徐家会镇 在镇西手的那块麦田里 检察官请王连英的母亲董事辨认尸体 董事远远地看了一眼死者的体型及那身仿仇衣裤 便掩面哭泣起来 说死者正是自己苦命的女儿王连英 警方请他走近些仔细看看不要弄错了 董事又往前走了几步 哭得更伤心了 边哭边不住的点头 说绝对不会看错 死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女儿 在王连英的母亲和继父来之前 检察官还从女士的发间找到了一枚金发家 这个时候检察官也将金发家交给了董事看 站在他一旁的王连英的继父王昌发只看了一眼 就向警方确认那枚金发家正是连英平日常待的 经过亲属辨认 警方断定 在徐家会麦田发现的女尸 正是六天前在公共租界失踪的妓女王连英 在警方侦查此案的同时 这一看似普通的妓女死亡的案件 立即成为上海滩的爆炸性新闻 传遍了那些小巷 不久之后 这一案件还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等广为流传 那么妓女王连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她的死亡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上海花界第一案 第一集 麦田女诗 王连英 当年在上海可谓是方明远博 无人不晓 连英这个人呢 本不姓王 他1901年生于杭州 是满族人 父亲呢 为满族郑白旗左领 率部驻防杭州 1912年清帝训位 中华民国成立 大清官吏特权地位不保 他的父亲过不惯平民生活不几年就死了 父亲死了以后母亲改嫁 他的继父叫王昌发 在杭州开一处小茶馆 连英从此就随着改姓王 母亲刚改嫁的时候 王昌发的小茶馆生意还好 但随后就一年不如一年 家里的日子也就穷困起来 大约在1916年 王连英随着继父母亲来到上海 住在上海古岭路的一个亲戚家 有人说那是王连英的继父 王昌发的亲戚 也有人说呢 是他的母亲懂事的亲戚 反正那人在上海是做皮肉生意的 也就是做妓女 那位妓女有时客人多的应付不过来 就让王连英帮着接客 从这个时候起 王连英就算是做起了土娼 也就是没有营业手续的下等妓女 王连英随着亲戚做皮肉生意 继父王昌发母亲董事都知道 也都支持 当年的事风啊 就是这个样子 笑贫不笑娼 但董事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曾经在上层社会生活过 对于女儿的事情 她认为啊 即使是做妓女 也要往上层奔 下等妓女是既辛苦 挣钱又少 于是呢 她就支持王连英一面做土娼 一面从事学艺 王连英脑子聪明 又肯用功 不到一年功夫 戏就唱得有板有眼 特别是她天生励志 用当年报纸上评价她的话说 就是相貌不凡 十分美丽 这也使她在大上海的风乐场中 逐渐站住了脚 大约在1917年年初 王连英离开了那位做妓女的亲戚 自己在福祥里租了个渔所 置办了一套高档行头 做起了书语 福祥里 位于广西路 云南路和福州路之间 是当年上海妓院比较集中的地方 书语又名常三 前者听起来文雅 后者则更直白 其实都是对于高等妓女的特征 这些高等妓女住在豪华语所 以说唱技艺娱乐客人 幼酒陪笑 标榜所谓卖艺不卖身 其实只是比普通的妓女要价高一些而已 书语的一般标价是 喝茶三元 幼酒三元 留宿三元 故有常三之称 王连英做起了书语 说明他已经攀到了妓女的上层 真正是王连英 方明远播的 是上海新世界搞的一次花国选举 新世界是上海当年最大的游乐场 由京润三 黄初九合伙创办于1915年 娱乐场内除了设有评书 大鼓 相声 杂耍等传统的曲艺节目之外 还辟有商场 电影院 弹子房 跑兵场 茶室等等 可谓气势宏大 门类齐全 在当年的上海谈人气很旺 1917年秋天 新世界聘请了一个叫西燕子的人为主任 西燕子上任之初就别出心裁地搞了一场群方选举 群方选举乍听名称 仿佛类似于我们今天熟悉的选美比赛 但不同的是群方选举的参选者 全部是大上海的高等纪念 因此所谓的群方选举 说白了就是名计选举 选举的形式也很有噱头 先是由淑宇 常三等纪女暗日轮流到场唱歌唱戏 然后由嫖客们开始投票 选票不是一人一张 而是一元钱一张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喜欢某个妓女可以花大把的钞票去推选她 妓女们最后按照得票多少决出优胜者 优胜者的名目就更加奇特 八国选举仿照当年政界的总统制与内阁制 在妓女中选出总统一人 副总统两人 总理一人 还有所谓参众两院的议长和各部的总长等等 当年的北京政坛是丑闻不断 大上海在妓女中推选总统副总统 那也算是一种护板的政治幽默 据1917年12月12日的新世界报刊载 那天王连英一身男装打扮 浅回袍裤金马甲 款款登上新世界二楼共和厅正宗的彩台 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经》 赢得了满堂喝彩 12月23日 第一届新世界群方选举揭晓 王连英得票是一万八千张 在参选妓女中间名列第四 当选为所谓花国总理 由于这是新世界搞的第一届花国选举 影响大 当选者含金量高 这以后在1918年和1920年 新世界又曾经搞过第二届 第三届花国选举 但是影响远远不能够与第一届相比较 王连英自从当选为花国总理以后 身价倍增 他的总理府每日车水马龙 嫖客如云 他本人为了适用这种新名号 平时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上层人物 为此他在衣着首饰方面花了大本钱 有个叫玉木侠的人写了一本上海临抓的书 书中专门提到过王连英 说他对于衣服事物为奢事求 手指上长玉大钻戒光药炫目 还有人说他总喜欢一身珠光宝器 未得到首饰什么都肯干 一些喜欢刊登花边新闻的小报小刊记者也盯上了他 连自临西报这样的主流大报也刊文称他是上海名气最大的歌女之一 1919年王连英一度歇了生意 生了女儿了 那是他同一个姓杨的客人交往的结果 那个姓杨的客人有家屎 不想娶他 连养他为外室的想法都没有 他很无奈 又没有其他谋生门路 在孩子满月以后只得重操旧业 这一次他带着母亲继父搬出了福祥礼 搬进了小花园的一幢两层小梁楼 这里比福祥礼是更加繁华 高等纪院云集于此 他请人重新装饰了门面 正门外挂了幅金字点额上书花国总理四个大字 两侧刮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联前出水千人犬 下联是鹦鹉能言四座春 这座新的花国总理府开张以后 生意红红火火 他虽然生了孩子 但风韵不减 正因为王莲英是花国名人 所以他失踪以后就引起了报界的注意 各种小报已经做了大量的报道 还有人做了种种的猜测 如今他的尸体又横卧于徐家会 携手麦田 这一爆炸性的新闻 很快就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小报小刊更是报道的绘声绘色 这也就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 检察官与租界补房侦探 带着王莲英的母亲与继父 到徐家会辨认尸体的时候 闻讯赶来观看警方验尸的人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徐家库 把镇西手的那块麦田围的是水泄不通 以至于道路阻塞 检察官不得不加派警力疏导交通 花国总理王莲英曾红级一时 如今却暴失荒野 让人们十分震惊 警方随后调查得知 王莲英是被他人杀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要对一名当红妓女痛下杀手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上海花界第一案 第一集 麦田女诗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命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冲入时空探案讲法 王莲英 为什么会横尸卖田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当天晚些时候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根据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 警方对案情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实检结果表明 死者伯径留有深深的绳索 既缠又勒的印痕 而且在现场还找到了一根麻绳 麻绳与死者伯径上的印痕吻合 说明死者不是自杀 而是被人用绳索缠勒 窒息而死 死者除了脖颈 有缠雷印痕以外 身体其他部位没有伤痕 衣着穿戴完整 说明死者生前没有极力搏斗等行为 警方据此分析 凶手与死者很可能熟悉 凶手是在趁死者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下手的 验尸报告显示 死者生前并未遭人强奸 说明这个案子并非因强奸而杀人 死者是上海铭记 喜欢佩戴机遇首饰 但检察官除了在死者发间找到一个小金发夹以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首饰 说明杀人者很可能是因谋财而害命 根据尸体周围脉杆 并无大面积倒幅这样的情况判断 徐家惠镇携手的这块麦田 或许并不是第一作案现场 凶手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杀了人 然后抛尸于此 根据以上对案情的疏离与分析 警方开始展开刑事调查 由于警方认定 徐家惠镇携手麦田只是抛尸地 凶手的作案地点尚无法确定 而公共租借老闸补房是最早接到报案的机构 死者居住地又归他们管辖 所以刑事调查就由老闸补房牵头来做 王莲英是上海风月场上的名人 平日交际广泛 这无疑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 这时警方想到了王莲英父母报案时 曾提到的一个细节 王莲英是和一名嫖客一起外出后失踪 并遭到杀害的 这成为案件侦破的一条重要线索 那么那名和王莲英一起外出的嫖客 究竟是谁 他会不会就是杀害王莲英的凶手呢 调查工作首先从死者身边的人入手 侦探询问死者的亲属和朋友 王莲英6月9日是与什么人一起外出的 还有谁在场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据王莲英的继父王昌发讲 6月9日下午 女儿接到小林黛玉处送来的局票 说当晚有位姓张的先生在他那里请客打牌 女儿按时复局 结果是一去不回 后来自己就报了案 小林黛玉也是当年上海的书语 还有人说 她是曾经被嫖客誉为花界四大金刚之一的名记 林黛玉的养女 其实林黛玉也罢 小林黛玉也罢 原本都不姓林 孕与林黛玉 原本姓陆 名金宝 小林黛玉姓慎名 谁无人知晓 只是因为他们生的小巧 在嫖客面前故意装出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 便以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女主角林黛玉为一名 美其名曰林黛玉和小林黛玉 这种事情要是让曹雪芹知道了那就有打不完的官司 这是题外的话 侦探按照王昌发的介绍找到了小林黛玉 小林黛玉回忆说 6月9日晚上 王连英曾来过自己的住处 是一个自称姓张的男人教局把他请来的 姓张的男人原本是说要在我那里请客打牌 王连英来了以后 姓张的又说要开车带我们去兜风 我不认识他 没有去 王连英好像跟他也不怎么输 开始的时候也不想去 但后来姓张的再三邀请王连英便上了他的车 他还说 与那个姓张的一起来的还有两个男人 不怎么爱说话 后来他们一起坐车走了 玉小林黛玉说 王连英那天手上戴着一只大钻戒和一只小钻戒 一枚钻石胸针还有项链耳环手镯金表等等饰品 他还说 自己与姓张的男人见过两回面 王连英都在场 那人看样子是个有身份的人 花钱大手挺能说的 他还记得姓张的男人开的小轿车很气派 车牌号是1240号 警方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子 只要找到那个开小轿车带着王连英出去的姓张的男人 就能够知晓那一晚发生的情况 特别是小林黛玉还记住了轿车的车牌号 当年私家车的数量很少 有了车牌号就不愁找不到车 有了车就不愁找不到车主 顺藤摸瓜就不愁找不到那个姓张的男人 于是警方开始在车辆档案里 查找这个1240号 很快就有了答案 与1240号相对应的 是一辆法国产的德拉奇轿车 属于豪华型的欧式轿车 但轿车的主人不姓张 姓朱 叫朱宝三 朱宝三可不是邓贤之辈 今天上海市有一条马路叫西口路 民国年间这条马路就叫朱宝三路 是当年上海法租界里第一条 用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 用他的名字为一条马路命名 可见他的社会地位非必寻常 朱宝三在辛亥革命时期 曾经担任过护军都督府财政部长 辛亥革命以后 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和群人寿保险公司 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 龙华造纸厂周山电灯公司 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等等数十家企业 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 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等职务 是全国文明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警方就有些疑惑了 像朱宝三这样一位大人物 难道会参与到谋杀妓女的案子中 或者是朱宝三府上的其他人把车开了出去 警方决定上门问个究竟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1920年6月的一天 上海探当红妓女 曾当选花国总理的王莲英 在上海徐家会地区的一块麦田里 死亡非命 根据王莲英遇害几天前 出现了一辆神秘轿车 警方把怀疑的目光 集中到了上海富商朱宝三身上 他会与杀害妓女的案件有关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遗胸现身